弟弟的学校准备开学了 我们去了市中心买衣服 我感觉你这条裤子显腿短 是吗 也许吧 一条鞋就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莉莉 现在呢我们在的位置 是在 踏浪百货 也就是我们日历 非常非常老的一个服装店 商场吧 类似于商场 弟弟呢过来买了两套衣服 新学期要开学了嘛 大家其实也可以买一些新的东西啊 然后帮自己的孩子 家人准备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要慢慢的生活 展开一个新的真诚 我好羡慕他们还可以继续上学 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李旺同事 对于新的学期你有什么希望吗 没有 你就没有什么新的希望吗 学期要继续有什么希望 哎呀 你这头发是不是要剪了 好 不要 这个头发 这个毛好长啊 自己买衣服自己 等过个几年 你就得给家用了 我告诉你 哈哈哈哈 哎呦 不过等你还完你的贷款 再去给家用 你也可以 看我姐姐 你看我弟弟这种人 你看随便什么人 在他旁边都显得很娇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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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啊 我弟弟在旁边 我们会特别有安全感 就是因为弟弟的体积多大的缘故 哈哈哈哈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有有有 安全感十足 走啦 我妹妹带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炮子的魅力 走啦 好了 好了 下雨的夜 好了我们现在呢 准备要去二手车市场 先逛一下 然后今天 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新学期我有什么期望 哈喽 大家 你对于新的学期有什么新的希望吗 新的希望就是 长高高再长个 二十厘米 你要顶天立地是吗 对 那个以后啊 那个天塌下来由我来顶着 放弃 我很可靠 好了 大家快点关注我 快发个白眼 快点关注 点个三秒钟的赞 谢谢 好了 弟弟准备要穿衣服出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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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